上禮拜的作業 就是請用物件的方式寫出向量這個物件 然後有加把案內積的函數 那我現在就來做一個有向量物件的加把案內積的函數 那我去新增一個方案給專案 新增一個專案 這個叫做項目 你可以看到我新增之後 他馬上幫我寫一堆程式 但是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現在很不必要沒用到 譬如說明增空間我現在還不想用它 那我就直接寫這樣 那這是組成式 但是我現在要定義的是一個內積物件 所以我在這邊寫一個class 有時候我要定義一個向量物件 那向量在英文sletter 所以我就寫一個class letter 代表定義一個物件 它的名稱之類的可向量 那這個物件裡面應該有什麼樣的資料呢 我們剛剛有講過就是 所謂的那個物件就是有封裝性 封裝性就是把資料跟程式裝在一起 那它應該有什麼資料 以一個向量而言 至少它是個正列 對不對 所以我就選到 Double Double 正列 對不對 這個假設叫A 它的內容 正列內容就是A 接下來呢 我需要給這個正列一個建構函數 Factor一個建構函數 如果我們要寫的話 就是空的 那最好加上public 就是別人也可以無價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得到一個空的建構函數 但是不是很好 我們希望直接把正列傳進去 正列傳進去 正列傳進去 然後呢 A等於A 這樣子的話 就把正列整個 複製一份給它 其實是指標複製的內容 內容的複製 好 接下來呢 我想做加法 所以我就寫一個加法 所以我就寫一個加法 那這裡就有無問題喔 一個向量 跟另外一個向量做加法 那加完之後 要放在哪裡 那我就建立第三個向量 傳回了 所以 它的傳回是個向量 它的 它跟誰加 跟另外一個向量加 欸 這裡 各位可能會覺得奇怪 那照理前 要有兩個向量相加 才會傳回第三個向量 不是嗎 就是兩個向量相加之後 加完的結果 才是第三個向量 那這裡怎麼只有一個三寸 為什麼 因為歷史就是一個 我本身就是一個 我跟這個第二個相加 然後轉回 就對了 OK 所以呢 我們怎麼寫 我就寫 好 I V I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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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就有困擾 因為我把任何一個陣列都直接傳進去是不對的 因為我現在應該要建立一個空向量 所以這時候我的困擾就是 我這個A應該要篩建立一個新的空向量 然後這個空向量的空陣列再傳進去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嗎? 我可以這樣做 A然後呢 A 比較用A好 A等於μ 這裡 有一個問題 我們在這樣 μ 長度多長呢? 跟A一樣長 其實這裡也不用 因為不止定律師之動就是自己 好 這時候我把RA傳進去 是不是 就得到一個空的陣列 然後呢 這裡 我就讓RA 對 讓R 也可以用RA 因為現在既然是RA的話 RA的DI等於誰呢? 等於A點的DI等 加上誰呢? 來上V2.A的DI 覺得有點怪嗎? Return Return是什麼? 好 這時候我們程式交法寫完 來測試一下 測試 那就不要在物件裡面測試 我在這一個屠程式裡面做測試 這樣才不會把程式混在一起 我先到一個Vector 叫做V1 OK 不要叫S 這邊Nue 然後呢 把什麼傳進去 我可以Nue一個 Apple 不要 不要念Apple 我可以 可以這樣做 我先建立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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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把握這樣會對 先堅持一下 好 先堅持一下 好 堅持OK 長度要一樣才能相加 OK 好 然後呢 VCDOR Z等V 那是什麼 S DM ADD 1 那S會是什麼 Z會是什麼 S加YG 好 所以呢 我們既然有Visual Studio 就不用寫輸出了 我們直接看就好 好 來 最終一下 簽字 好 按F1 SA SA是不是 你看Double 3有沒有 1 2 3 OK 接下來呢 按F1 要進來對不對 要揣機板 好 現在A是什麼 那歷史 A也是Double 3 1 2 3 對啊 好 一樣 結束了之後 S呢 也是一樣 S 1 2 3 OK 同樣的做法 Y Y也會被簽字 Y也是456 Y1 2 3 456 好 接下來呢 做加法 你可以看到我們建立了一個RA 跳回來 接下來這個RA是多少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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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按F11 做加法 你看到A變成之後 回來喔 已經回來了 好 現在D是什麼呢 5 7 9 5 7 9 1 2 3 加4 5 6 1加4 5 2加5 7 3加6 9 所以5 7 9 沒錯 這樣子寫 就做完加法 好 那接下來我要做內積 那就再加條數就好 內積 好 內積嘛 一樣 一樣有一個算數 因為我歷史 跟這個做內積完之後 也算回來 一樣 最後是一個 用RA一樣可以 然後呢 但是內積就 傳回來就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內積 兩個向量的內積 是一個 次數 OK 在電腦裡面 我們就會用複點數 所以其實就不用RA 你不用這個RA 我只要 先搞一個Double Double Double 然後呢 每次都把它 交上 他們兩個的成績 最後把它上來 好 這樣子就是內積了 這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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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一下 好 建置 好 成功 沒有問題 那這時候我沒有五角彈 所以呢 可以 不是 不是 沒有錯 Double 然後呢 可以說 那一集 那一集 兩個比較多 SY W X 給 N Y 好 這樣就五角 好 來這邊 這個中段點 來自身處 好 OK 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進到內積了 這時候你會看到 歷史是誰 123 V2是誰 456 那內積現在是什麼 0 人 那 執行 第一輪 那變成什麼 第一輪 R 加等於 你看 1乘以4 1乘以4 所以第一輪變4 再第二輪 變14 為什麼 因為 2乘以5是4 只加4就是4 第三輪 3乘以6是18 18再加剛剛的14 就三次 OK 所以就轉回來 三次 所以 SY 就是三層 達成內積的功能 好 所以 這樣一個程式 基本上就完成了 上次的作業 那 各位參考一下 我是用比較 比較 盡量不要 不要 讓它 有看不懂的地方 但是 即使這樣 也還沒有 那麼簡單 所以 公佈答案 好 那你可以把它剪接下去 試試看 檢驗一下 因為 你最後把這個 大關號 刪掉 再重蹈一次 它會之後 換你排得很漂亮 所以 應該也不需要 直接上傳檔案 那 各位試試看 了解一下 我們為什麼這樣寫